第1537集 一时间 整个林武大陆都是一片风雨欲来的俗杀之气 万箭地宫 气氛凝重 所有人严阵一旦 就连夏若雪周身也释放着极强的寒意 他的眼眸是愤怒 但是更多的是坚信 他不认为夜晨会死 绝不可能 而台下的冰霜前辈 以及众多万箭地宫的强者 都手握长剑 随时准备为夜晨动手 他们的实力固然比不过那十大家族 但夜晨曾经守护他们 现在夜晨的朋友玄月宗有难 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出手 万箭地宫因为夜晨而生 也愿意为夜晨而死 而台上的兵剑圣王眼眸威闭 许久之后眼眸睁开 若雪 你不能去 你也是夜晨的女人 他们现在还没有调查到你身上 你去了 只会让这件事更棘手 并且你的实力还不够 哪怕我去了也不行 夏若雪有些愤怒 刚想说什么 兵剑圣王继续道 有一件事 我可以向你确定 夜晨还活着 这个局因为夜晨而行 那我们要相信夜晨 他能解决 此话一出 夏若雪和众人都惊讶了 兵剑圣王一直坐镇万箭地宫 怎么如此笃定夜晨还活着 他们当然不知道 兵剑圣王的神念来自轮回墓地 他能感知轮回墓地间的联系 夜晨确实还活着 一天后 空无一人的飞雷岛之上 突然响起了一声 威势无穷的长笑 这一声长笑在岛上回荡着 就连封门镜的妖兽 都在这笑声之中瑟瑟发抖 此时的夜晨站在石窟之中 抬头凝视着上方的 虚空神雷组成的雷网 面旁之上竟显出 无比兴奋的神色 他一身伤势已经完全恢复 更令人震惊的是 夜晨浑身的气息竟是无比 沉宁 晦瑞 比之落入石窟之前 不知强大了多少倍 而他的修为 也成功突破到了封门镜 封门镜一层天 虽然只是封门一层天而已 但夜晨现在即使面对 太虚境强者 都有信心能够碾压制 本来其短短时间内 便能突破封门镜 已经是骇人听闻 足以震撼灵武所有人了 若是让他们知道 夜晨现在拥有的实力 可以对抗太虚前期 恐怕即使是封门存在 都有可能生生昏死过去吧 太逆天 太难以想象了 这次炼化了大部分 在拍卖会上得到的至宝 夜晨的收获 便是这样不可思议的巨大 首先便是他的神念 现在的他神念之强 已经凌驾太虚存在之上了 若是他全力动用魂迹的话 一般太虚前期存在 面对他 即使不死也要重伤 同时他参武化学剑 触及五道根基之后的顿悟 也让他在剑法一道上突飞猛进 并且吸收了那枚杀翼结晶 也让夜晨的杀翼领域更加纯粹了 而庚金之精 也让夜晨拥有的庚金之气 产生了一次质变 简单来说 若是现在的他 在施展风轻扬的剑法 即使是无名的禁灵法御 也无法将夜晨的剑意完全抵消 而他的悬验经过运灵珠的强化 也终于进阶了 这次修炼之后 夜晨的实力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提升了 但最为恐怖的却是夜晨的力量 炼化了庚金之精 夜晨的力量体质 本来就有了极大的进步 而修为进阶封门 也将神血的力量 更大程度地激发出来了 不过最为重要的 却是夜晨意外吸收的一道灵血 破天神源的灵血 破天神源在上古凶兽之中 也属于极为强大的存在 而其最恐怖之处 便在于那一身惊天俱力 正是所谓的一粒祥识会 现在的夜晨即使不使用各种神通 其本身的力量 已经达到了极为恐怖的存在 也就是说 夜晨随意地挥一挥手 那逆天的力量 便足以秒杀一名封门 甚至半步太虚 并且夜晨炼化了神源灵血之后 得到了一门名为破天之力的神通 这破天之力也算是 破天神源最为强大的一门神通了 其效果却很简单 让你的力量激增十倍 虽然简单 却已经恐怖到匪夷所思了 也就是说夜晨施展了破天之力后 其一拳之威便能战无名啊 即使是太虚境一层天存在 被夜晨结结实实打上一拳的话 也要瞬间被轰击成渣啊 夜晨感受着身体之中奔腾的力量 嘴角不禁扬起一丝笑意 灯旋第一无名 禁灵法玉 禁灵法玉能限制天地灵气的力量 确实很逆天 但是在夜晨这恐怖剧力面前 又算得了什么呢 不说现在的禁灵法玉 已经无法完全封住他进阶之后的 六道之剑了 便是光凭这一身剧力 就足以将无名轻易碾压了吧 夜晨最终拿出了最后一样东西 清廉妖火 他闭上眼眸开始炼化 然而他显然低估了清廉妖火 这火焰的强度竟然只比炎杯弱一丝 关键清廉妖火还有灵性 不断地在周围逃窜 甚至还能撕裂虚空 好几次清廉妖火都险些逃跑 若不是夜晨现在力量强大 根本无法掌控 夜晨尝试了足足百次 却都无法彻底炼化清廉妖火 不过在第101次的时候 终于还是将清廉妖火 暂时锁定在丹田之中 看来这清廉妖火无人炼化 不是没有理由 我进阶的悬宴都无法吞噬 就在这时 苍古一神的声音响起 小子 你显然是低估了这清廉妖火 如果我没猜错 上一位炼化这清廉妖火的 可是一位太虚巅峰的妖孽之子 只可惜他陨落了 这清廉妖火 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逃出来的 你现在固然可敌 太虚敬 但是清廉妖火 还未感受过你出手的能量 这才无法降服 下一次一战之后 你再试试 夜晨眸子微眯 他发现苍古一神 似乎莫名对自己好了起来 还主动开口了 难道这是苍古一神 要传授自己那一身医术了吗 苍古一神显然是猜到了夜晨在想什么 冷笑一声 小子 别给老夫瞎想 老夫不收徒 不收徒 不收徒 我之所以开口 是准备让你吸收这逆天神雷 这才是最大的机缘 别忘了 你体内可有混沌星术 一般情况 你这个境界的舞者 是无法吸收这些神雷的 但是对于混沌星术而言 他若是吸收了 对你的好处太多了 快 我在你脑海中传入了一道术法 夜晨也不废话 再次盘腿而坐 运转功法 下一秒 无数神雷竟然不断汇聚到他的体内 他的周身遍布雷弧 不远处的小黄和颜坤 显然是发现了 他们同样在吸收 但是速度上却远远不及夜晨 甚至很快 那些神雷的力量都弱了 小黄有些不悦 但他知道这是主人的机缘 便老老实实地回到了轮回目的 而颜坤则是站起身 微微一笑 看来大哥的血脉 比我乾坤一族的血脉 还要强大 或许跟着大哥 乾坤族才会再次 屹立在这个世界 颜坤的眼眸充斥着决然 三个时辰之后 夜晨突然睁开眼眸 凝视着头顶之上 不断闪烁而又弱化的虚空神雷 突然之间 口中发出一声类似圆明的长笑 而他的身形也飞速地变化起来 浑身肌肉极限膨胀 身形变得无比高大 体表之上 隐隐散发着一阵金光 破天之力 夜晨爆喝一声 阵阵金色能量在血管中疯狂流窜 猛地对着那虚空神雷 一拳击出 轰隆一声 夜晨脚下的地面 瞬间出现无数道深邃裂痕 空中发出一阵轰鸣 强大的力量将空气压缩成了近乎实体 向着高空雷网急速轰去 拳风所过之处 空间中竟是浮现了无数道漆黑裂隙 这一拳打出的微压 几乎将虚空都要直接轰碎了 就连那05三大神雷 太虚境存在都无法硬扛的虚空神雷形成的雷幕 在夜晨近乎实质的拳风触及的瞬间 竟也打开了一个大洞 恐怖 恐怖到令人窒息啊 那可是虚空神雷啊 能够将太虚境存在泯灭的强大能量 却也承受不住夜晨的权威 而且夜晨的拳还没有实质触碰那雷幕啊 就有如此威力 若是被夜晨的拳头触碰 那会是怎样的结果 无法想象 光是兴起一丝丝念头 便叫人感到毛骨悚然 夜晨微微一笑 面庞上是颇为满意的神色 随即他的目光便彻底阴寒下来 徐家 相家 无名 是时候和他们算算账了 夜晨对着碎裂的地面一跺脚 体内距离汹涌而出 瞬间淹没了整个石窟 这在雷幕的守护之下 不知道存在了多久的隐秘石窟 竟然就在夜晨这随意一脚之下 彻底坍塌了 而夜晨的身体借着反作用力 宛若火箭升空一般 瞬间向着高空射去 穿过了那道被他轰击而出的雷幕 而夜晨的眼眸 看着苍穹却是意外了 因为上空竟然爆发着极强的战斗 到底怎么了